如果说你那个环境有问题的话 我建议啊 因为你会发现它现在更新速度超快 现在已经变成3.7了 所以要不就是把它下载 它重新它会问你入境 你把它盖过去就好 里面东西都有 而且还是最新的 因为我之前有同意遇到 就是旧版的 如果你要装一些其他的外挂 发生就是没办法安装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经常update 可能也要慢慢变得习惯 怎么装我想前面讲 要不然你移除掉重装也OK 那这第一个 再来的话我们接下来就是 比如说我今天要把 资料从网络上捞下来 当然我们按部就办好了 把它捞下来其实非常简单 但是可能要注意几件事 第一个你要先分析一下 这个资料到底它里面的格式是什么 因为我要抓的时候 我要告诉它编码方式 到底是CP950还是UT8 所以我前面讲按右键有没有 先用记事本 开启的时候另存新档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 A-N-S-I 这个就是CP950 OK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知道 因为将来资料CSV的话 它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它的结尾到底是 反斜线N还是反斜线R 加反斜线N 这个讯息有的时候一般的软体是看不到 记事本比如你刚刚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开启用记事本 你看不到后面 其实它后面 其实都有一些你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如果以后写程式 你看不到这东西 你就变成你会写错 那怎么办 我教各位 另外你可能建议是装另外一套软体 什么软体呢 叫做Nordepay++ 这个你Google一下 Nordepay++ 那它会有个download 反正你又下载安装 这套软体其实很多工程是电脑一定必装的 为什么呢 首先我来看一下 edit按右键有没有 当然前提你装了之后 按右键就会有这一个 那为什么要看这些东西 第一个请特别注意 它里面有个功能 预设没有这个 预设功能里面看不到后面东西 如果我想要看到每一行后面东西的话 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功能 叫什么呢 按右键 不不 检视里面的特殊资源 特殊资源里面的话 有显示所有资源 这个其实蛮重要 因为如果你没办法看到 里面的一些特殊资源的话 你程式对应 你就会对应错误 那你就会抓错的东西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看到什么东西 特别注意 检视 特殊资源里面所有资源 检视出来 你可以看到 它后面每一个每一个 就是什么 CR CR特别注意 以后如果你看到 CR的话 它就是等同是我们 Python里面的反斜线R LF就是反斜线N OK 那其实每一个档案 它的结构 后面结尾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说你没有预先先知道的话 那可能你在切割 你要的这些资料的时候 就会切割失败 所以我已经知道说 它后面有个CR LF 那我切割就要反斜线R 加反斜线N OK 大概知道一下 另外的话 它结尾好像 结尾好像有多一个 所以你就不用顾虑到 好像会少一个的问题 所以大概看一下 这个结构 主要是利用 检视里面的这个 显示所有资源 好 那我知道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程式该如何撰写 首先第一个 我建立一个模组 也许像什么 READ CSV 台北PAC 等等 反正名称自己取 接下来的话 因为我已经安装了什么 安装了那个Request 所以我import它的时候 它就会被我抓到 但是如果你刚刚没有 Pipe Install 而且失败的话 你执行 它一定会跟你讲说 它找不到 Normatio Nand 叫Request 它找不到 OK 所以因为刚刚已经成功了 所以应该没有找不到问题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 在底下利用Request 这个外挂 它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Get 后面的话 这一串 这一串路径是怎么来的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可以到云端上面 我这边有一个路径 CSV路径有没有 请你把这边到这边复制一下 Ctrl C 因为这个就是它CSV的路径 那我就把它贴到get的刮符里面 贴上 它就get了 那get到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返还一个物件给我 就是一个 从网路撈下一个串流物件 那这个串流物件 里面的话呢 我要把它重新编码 所以点encoding encoding应该有印象 我们之前file的时候也有encoding 那不过它这边是一个点的方法 给它一个编码方式 叫做CP90 为什么CP90 我刚刚讲过 其实就对应到什么 我刚刚按右键 这个用记事本来开 我就可以看到答案 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 假如说令存心挡它是UTU8 那你就要打UTU8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 有一个对应关系 所以记事本主要是看你coding是什么 然后呢再来 后面呢我要切割它 那切割的话呢 特别注意 因为呢 我刚刚有跟各位特别强调 用那个notepay++ 我一行切一段 一行切一段 所以可能要切两次 第一次是切一行 第二次是切斗点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到 先一行先切 先把它分一行一行一行 那怎么一行一行分呢 就是先丢给一个html dentest 它的属性是dentest 是把它转 里面的那个文字的属性 dentest 就是先转成文字 然后呢 从这个文字里面呢 Sprits后面加一个反斜线R 反斜线R 这个都不用拆的哦 这个是刚刚用notepay++ 才可以看得到哦 目前当然其他软体 我看好像notepay++ 比较容易取得 其他软体可能比较不容易看到那些细节 你想说如果没办法看到 你就不可能知道后面要打什么了 OK 所以以后 如果你看到那个什么CRF 那记得就是输入这个 Sprits之后呢 先切一个list 所以它会 以一行的方式 放在list1里面 再从list1里面呢 做什么 做切割 切割斗点 再放在list2里面 最后的话呢 分别把它里面 总共会有四个栏位 分别就帮我把它列印出来 中间我是用定位点 用tab 当然你可以用d点都没关系 我把它执行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捞下来 重新编码 然后呢 再把它切割 从0到总长度 不过这好像不用减一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减一 好像少一个还多一个 这个可能可以再斟酌一下 把它执行一下 OK 不过好像out of range 好像最后会有一笔的问题 所以我最后好像这边会多一个减一 把它扫一笔看看 好像这个就OK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执行 那你会可以看到 234里面资料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资料 就从云端上面 把它下载下来看一下 总长总共 Ctrl向下 对234没错 所以里面的话呢 可以先 把这个资料 中间我是加那个tab 所以所有的资料呢 就很快的 特别最后这个资料 并不是放在我电脑里面 是在网路上面 我是从网路上捞下来 并且把它切割 但是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 后面呢 这个地方有没有 12344栏 后面请回去自己练习 捞下来的东西 请你把它放在database里面 database里面很简单嘛 你就是ABCD 4栏就好 然后都test了 把这4栏的东西塞到里面 名称也许叫park01之类的吧 反正你就取一个table 那就完成了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今天的话呢 我们大概开个头 下礼拜的话就是 开放资料吧 我们大概就抓几个 比较重要的开放 像CSV 像Jackson 像Xambl 那捞下来之后啦 当然你可以自己再把它 塞到资料库里面 其实聪明的做法就是 自动去监控网路上 所有的相关数据 你如果写程式的话 当某些数据出现的时候 再跟你回报 其实很多时候 就不需要人工去盯一些 网路上面的相关数据 尤其你需要的数据 数量是非常庞大 可能国外的几百几千几万个 网站上面的相关数据的话 其实真的可以透过程式 每天帮你去跑 跑回来之后 先塞到database里面 然后你再去做后续的分析 我觉得可能可以减少 你很多的人力 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